我想一教授跟大家談一下 其實那個委託書爭議一直很大 我看過台灣的上市公司 我們經營者大多數股權都不多 那後面還有一大堆投資公司 這跟香港不一樣的 香港那個我看很多的個人 你看李嘉誠 他在長江這個實業的這個股權 34點多 那每一家他都很多啊 所以你看香港的上市公司 因為他大部分都香港是實名制啊 所以他有多少股份一看清清楚楚 我們要了解這個公司派的持股 通常來講不太容易 因為他的名下他太太他家族成員 那外面外圍還有他的很多投資公司 我是覺得我現在其實蠻建議的 就是說台灣既然走到這一步 其實應該非常落實實名制 還有一個就是說你實質影響力 你的股東就董事長下面的投資公司 跟你有關的全部都包在一起 我想那個應該要完全揭露 這個就是說大家在公司治理上 這個會比較完整 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很多的股份很少 然後我常講說公司要好 其實經營者董事長總經營這個經營階層 如果你有30%以上 我覺得公司要差不容易 但是你只有5%以下呢 掏空公司就平常 這可以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公司的實際控制股東 他掌握多少投票權 那因為過去我們這個中口手頭稅 跟那個遺產稅都很高 所以很多大股東 他就成立很多的投資公司 財團法人 甚至很多是海外 所以你會看起來 最大的股東可能持股 只有4% 3% 可是他總共掌握的股權可能很高 但是我們台灣一直在揭露股權方面 沒有所謂的實質控制股東的概念 是整個每個只是關係上稍微揭露一下 所以這是第一點 我們應該要走向所謂的實質控制股東 掌握所有的股權的揭露 事實上你可以要求公司揭露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課以公司 因為這是財報是有責任的 這是第一點就實質控制股東的揭露問題 第二點就是剛剛所說的這個委託書 委託書其實在台灣是一個特別的行業 如果在股市很久的歷史 你可以看到過去很多收委託書 收到變成一個產業 所以在委託書我是建議 因為我們現在委託書有兩種 一種叫做有限徵求 就是你一戶來徵求委託書最多3% 第二個是你有相同意見的人 此股超過10%或12% 你可以無限徵求 那我覺得在這個委託書這方面 我是希望說假設要維持委託書 這個制度的時候 那麼我們把它改嚴一點 例如同意人 同意關係人 持股超過12% 你才能夠無窮徵求委託書